大陆不愿意放弃武力犯台 而两岸也还没有发展出互信的基础 军事互信相对是显得相当困难 而且是并不实际 近来在美方吉利鼓吹下 不少学者都建议两岸应该及早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不过总统府国安会秘书处长刘湘斌 对此并不赞同 他指出目前两岸间连广泛的互信都还谈不上 只要大陆一天不放弃武力犯台 即使签订了某种和平协议 恐怕也无法真正令人安心 将来我们军事互信机制 可能还是要建立在整个新兴建立措施 以国家安全为主体里面的一环来做 辽小平也反对邀访大陆人士来台参观军事基地与演习 不管他怎么说 不管是不是有第三者做见证 我们保持我们智慧的力量 我们的安全还是要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他说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前提是双方关系已改善到某种程度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台湾应该有权单方面要求大陆国防透明化 以交除对我方的威胁 至于我方由于无意侵犯大陆 因此不需要对大陆公开国防讯息 五星微星新闻 陈祥静蓝美珍台北报道 而在大陆方面上万名法轮功信徒 上周聚集在北京中南海附近和平请愿 成为了八九民运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活动 由于正好是八九民运十周年的敏感时期 因此也引起了大陆高层高度的关切 那么根据报道 大陆国家主席江泽民已经指示 不允许任何的团体和个人 在中南海之前静坐示威 1992年由东北人李洪志所创立的法轮功 在中国大陆已经有超过一亿信徒 不仅组织严密 还有不少中共干部的参与 因此上周日中南海附近万人和平请愿 要求为法轮功证明 引起了大陆高层的震惊与关切 对于各种气功健身活动 中国的各级政府从来就没有禁止过 国务院的领导人曾经责承过 我们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听取了一些群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并做了一些劝说工作 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 大陆国家主席江泽民指示 政府方面虽然没有反对气功 但是并不允许在中南海的进座抗议 此外大陆当局也下令各机关单位和媒体机构 要求对部署严加管教 并且禁止报导示威的消息 还要清查是不是有公务人员的参与 根据香港媒体指出 江泽民和朱镕基的家属当中 也有人修炼法轮功 其影响力可见一般 法轮功强调和一般气功不同 不是人在练功 而是法轮在练人 目前在网路上有法轮功的网站 在教人练功 法轮功一共有五套功法 强调修炼宇宙最高特性 真善忍 目前除了大陆之外 美国和台湾都有修炼者 五线文新闻江国点灵加新 台北报道 而事实上